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最具少年感的男性汤奉 首帮其冲的肯定是少年感总之选手彭玉昌 尤其是瘦下来以后那种充满右太的日系氧气少年感真的是扑面而来 少年感的精髓有三个 右太干净和活力 不管是彭玉昌王军凯还是刘浩然斯大萱 不难发现他们共存的这几点特征 首先是右太 典型的少年岩都满固了非常多的右太特征 中平占比短 卢顶高 卢面比接近1比1 人中短期深 最核心的一点是不管有多少 看起来作为一种18岁的青春感 相比之下 同样的应验配置都会没有足够油然组织 少年感就会弱一些 比如说千禧无垒 一个是面中动点凭软度之少 一个是胡大铃肉线条硬朗 少年感不好说 那种超超年龄的成绿运汗感当然真的有 第二点 干净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面部平整度 眼神和骨壳线条 少年也就非常高的面部平整度 静态 冷峻 干净 动态 阳光散脱 没有过瘦导致的凹蟹 也没有过胖带来的腹肿下垂 肌肉紧致 有着当下年龄的意气风发 眼神干净 说白了就是清澈 没有攻击性 一眼望过去 单纯无害 你看他有几个眼睛啊 线条柔和 眼角浑圆 尤其是眉弓的走势比较平缓 相比于那些强力体度带来的压迫感和空气 是不是更有少年的清和力和乖巧感 骨骼线条干净 依次轮廓流畅 上宽下感 往往搭配一个平直的下巴 不会过方 显得成熟 也不会收拾太阶 显得阴柔 二是下颌线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少年感的下颌线肯定是紧致清晰的 不然就完全没有青春期那种风华正茂的轻瘦感 一到发脆发胖 鼻子带好 也很容易咸老咸油腻 最后 少年感还有一个压卓的特点是活力 有人发现少年感强的 往往都有强感染力的笑容 笑胡舒展自然 夹廊宽度合适 个别的还有可爱的小胡鸭 笑起来又阳光又治愈 反正就是青春年华呆友的样子 少年感很难得 但却不会仅限于年龄和性别 如果说这些特质占比特别多 你们会发现一些大叔 甚至女孩子都可能拥有几分少年感 最后 谁是你心中最具少年感的人呢